费洋洋的梦想一直是成为一名勇者 默默守护大家 力量是他的优势 所以他的武器大多是力量型的攻击武器 你觉得最强武器是哪一个呢? 一 勇者腰带 他可以为使用者生成能量拳套 增强力量的同时也提高了出拳速度 所以可以在空气中打出旋风 他和喜洋洋可以使出组合技 冰龙卷 冰冻大范围的物体 给我们费哥都惊呆了 二 热能拳套 他和勇者腰带其实是一样的套路 通过拳击使出能量 不过勇者腰带注重拳风 而热能拳套偏重热能 通过释放高温能量来攻击敌人 三 烈焰拳 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 扬手前三部费洋洋的装备技能总是拳套之类的 不过从第三部开始 费洋洋的属性逐渐鲜明地指向火元素 他能将紫色火焰集中在拳心 向外发射火球 四 重力战锤 费洋洋长大后成为城市消防员 他终于拥有了新的武器 在这一季中费哥 可以说是除了美爷以外的最强输出了 手握锯锤横扫一切 希望有机会看到费哥主场的一步 五 烈火铠甲 作为烈焰拳麒麗的升级版 他依旧延续了火元素的力量 不过已经和原始麒麒大不相同了 直接锻造出了一套全新的铠甲 不仅保留了费洋洋的强大攻击力 还增强了防御 最后铠甲的光和热还能融化火山灰 可以说费洋洋的武器一直在逐渐增强了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相信分析身后的好究竟